看一下学生坛的楼梅伟与朱丽叶 大家最后一个情节美谈 左手 这个就是典型的 那个那个三列腾的不好的 他经常选的 左手的最后一个音是美安少 这是又是 还有右手的脂肪不太好 右手脂肪不是太好 哎呀 着急啊 包括左手的和弦弹串 好 我们看到这儿啊 我们看到这儿 我说一下啊 他那个东西就是 一二三四 一个和弦是要弹八个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们用拍子来数的话是 这么数哈 两个当做一哈 一二三四 你看最后他也是有的 他最后的 最后那一下左手 经常性的没点 没点 然后 然后 米刀心呢 手刀心呢 那个刀心呢 是三连音 他这个三连音的话 就是典型的 大多数人容易弹的那种方式去弹了 我来弹一下正确的方式 是要这么弹的啊 他弹着呢 就刀心短了 然后拉稍微长了 是这样 应该是刀心拉手 要这个样 嗯 然后后面有了一点节奏上的问题 那个节奏上的问题的话呢 这个就 反正对照对照就可以港了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自己知道哪里 哪里有问题就行 所以 我是会建议 多看一下视频的 或者是 也可以跟着我录好的那个视频 去跟着一起去弹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然后听力是比较重要的 那个东西 你正在弹的那个东西 那个音乐 你已经听的比较熟悉的话 自己弹琴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琴键按错了 还有什么和弦按错了 或者节奏不对了 是可以听出来的 是可以听出来的